来关注高考相关的消息 今年高考终于落下帷幕 为了让这次特殊的高考顺利进行 人工智能技术频频现身 7月5号 辽宁省招生考试办公室宣布 将在今年高考中启用人工智能技术 进行考试疑似违规行为检测 据介绍 该人工智能系统 能够在短时间内分析判断 所有考场的视频文件 并检测出考生的疑似违规行为 深圳大学计算机视觉研究所所长沈玲令 曾向南都记者解释其中原理 通过人体的行为识别 来分析人的坐姿 视线 有较高的准确率 此外 据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关延平表示 山东今年高考报名时 已采用人脸识别技术 不再要求考生在签道表中按手印 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高考期间 考生应注意事项中也提到 将在全省各地各考点中 使用指纹或人脸生物识别技术 验证考生身份 严防替考 值得留意的是 广州除了往年已经使用的人脸识别技术 今年考场还有大眼机器人巡逻 能通过车牌识别 口罩识别 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来为高考护航 明显到哪个ffora市里 Gaim 那边 请也订阅